为了鼓励驾车人士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交通部早前建议让行为良好 一年之内没有接获罚单的驾车人士 在更新车险时享有回扣 国家银行正在和保险及伊斯兰保险公司商议 拟定一份建议书 检讨轿车的保险无所长回扣NCD制度 财政部发文告指出 这项检讨也符合了政府放眼在2020年下半年 让汽车和火患保险的收费率逐步走向自由化的目标 利益相关者将会重新检讨无所长回扣的架构 以赋予各方更大的弹性和责任 并奖励那些在路上循规蹈矩行为良好的驾车人士 文告指出 根据交通部2014到2020年道路安全计划 政府放眼能在2020年减少50%的 车祸死亡和受伤率 在2020年网络的区别团房里边 优优独播剧场 ع虽车达 优独播剧场的火力 优独播剧场上